今年中國春節假期 各地煙火齊開 就連高空俯瞰也是整片閃耀 只不過伴隨而來的煙霧 不只當地灰蒙蒙 隔壁鄰居也氣到跳腳 南恩指出在農曆青年期間 衛生運動拍到 11號從中國流入南韓的霧霾灰色帶 到了隔天擴散到全境 霧霾濃度嚴重上升 大安科學研究院更以霧霾濃度成分 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 5月份汽車廢棄製造的硫酸鹽 沒有變化 但中國春節期間 硫酸鹽和硝酸鹽卻同時增加 一部中國 네티즌 韓國環境危險的責任 中國人與人關聯合 雖然說受西伯利亞高壓器團影響 南韓冬季吹西風 中國有霧霾自然躲不了 但只指空污是中國製造 小粉紅也受不了 有人說不放煙火說中國不自由 但放了煙火又說製造空污 所以到底是該放還是不該放 也有民眾回應 南韓不敢罵日本到核污水 卻被中國放煙火鞭炮污染空氣 根本是雙重標準 再度掀起中韓情仇 此一新聞 黃泉宇報導